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下面 伯极罗尊者 我们就是要特别的介绍伯极罗尊者 这非常神奇的一个故事 那么他在《复法藏经》里面记载的很详细 印度阿一王笃信佛法 施行人证 统一全印度 建立孔雀王朝 一日阿一王以幽婆居多尊者参离诸塔 广施共有 阿一王前面我们也介绍过 他原来是一个暴君 后来父子佛法 笃信佛法 他施行人证 统一全印度 建立了孔雀王朝 那在因地的时候 他是在小孩的时候捧杀共佛 种下这个善因 有一天 阿一王跟幽婆居多尊者参离诸塔 就是礼塔 我们现在讲说 比如说像阿一王塔 他就广施共养了 到伯基罗塔的时候 他到伯基罗尊者这个塔的时候 幽婆居多尊者告大王 幽婆居多尊者告诉阿一王就说 此事伯基罗塔应当供养之 幽婆居多尊者说 这是伯基罗塔 你应该供养他 阿一王问 此人有何殊胜功德 这位尊者有什么殊胜功德呢 幽婆居多尊者言 伯基罗尊者为佛地之中 精进无病最为第一 因为伯基罗尊者说 伯基罗尊者是佛地子里面 精进用功 一生都无病最为第一 他伯基罗尊者 他伯基罗尊者说 伯基罗尊者说 伯基罗尊者是佛地子里面 精进用功 一生都无病最为第一 他伯基罗尊者 此阿一王暂脸 此阿罗汉扫益之功德力 乃至内盘而不受失一斤钱 这了不起 他已经正入内盘了 还显神通 阿一王就听了 幽婆居多尊者的建议 就供养一斤钱 供养这伯基罗尊者 结果没想到 这钱才刚放下去 这个钱就飞出去了 他已经飞出了 然后飞飞了以后 就连在阿一王的脚边 就是阿一王的赞叹 这个阿罗汉扫益之主的功德力 乃至于内盘 还不受失一斤钱 到内盘他还不接受一斤钱 这个一文钱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经济无病第一斤 再来 结浅因灵道本圣 薄基罗尊者 在构济世 九十一结浅 毗博世伙媚度后 他持五戒 曾亲近此所不杀戒 这一条是不杀戒 并失要给一个驼痛的病生 我们今天讨论的基文章 有一笔就是脱痛 他不失医药给这位脱痛的病生 由此因年 因为这个因年 九十一结生仁天宗 九十一结里面都在仁天王华 而且未曾有病 从来没有生病 从来没有受苦 释迦牟尼佛注释时 勃基罗尊者出生一个婆罗门家 年六时其后母心怀恶恋 亦陷害尊者致死 然而由于贞肘过气 精进此不杀戒 功德福报聚止 种种陷害皆不能害 大锅主不死 蒙火烧不焦 斗水不逆末 宜吞不能消 刀割无所伤 此武害不死之福报 戏得助贞肘累劫修行之功 为什么说我一定要特别的探讨 勃基罗尊者他这个功德力 他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跟典范 尤其是持戒 他只持一条 他持到真正的亲近圆满 到达波罗蜜 产生功德力 是在莫尼佛出生的时候 勃基罗尊者出生在一个普洛门的家庭 年幼的时候 他的生母找亡 这里面经文也有讲 后母就是一直要陷害他 要想要杀他 想要陷害尊者致死 可是尊者过激 精进持不杀戒 功德福报继止 他后母种种杀害都不能得逞 大钩主不死 蒙口烧不焦 豆水不逆末 不会被淹死 鱼吞不能消 鱼把吞掉自己的不会死 刀钩无所上 你刀钩他没办法上他 他能够做五种福报 这五害不死之福报 是他累世修行之功 勃及大钩主长大成人后 从佛出家 以三日夜中成就阿罗汉 具种种殊胜功德 又因过气施药共生之功德 得长寿之福报 享年一百六十岁 未曾生热 头痛 患病 出家邪道八十年来 常乐闲境 精勤修道 六根缩缩 眼不适 咸仿美色 耳不喜闻 世间阴烈 鼻不锈 世间相措 舍不贪 世俗美味 平时不善心杂语 异常在定 绝无善乱 这不得了 我们做不来 真的学不来 勃及德尔钩主长大成人以后 他跟佛出家多少 三天三夜就成就阿罗汉了 善根福德因的都记住了 而且他种种殊胜功德 都是因为他过去生 布施医药给这些生人 所以生人有病了 你去供养他 他功德很殊胜 施药共生之功德 得长寿之福报 水导法师说他一生只做三件事 一个戒杀放生 一个就是布施医药给贫固的人 第三个印经 所以我包括在佛法师基金会 地藏菩萨本宴经科助班 我一直跟同学讲说 我一直想去实施 就是到各大医院 受负单类跟他们协调 我们拙量的每一个医院 我们提供一个医疗救助金 比如说他们透过申请 我们审查通过以后 没有钱缴纳医药会的这些病患 我们给他补助 不管是前额补助 或是少部分补助都可以 我就叫地藏班的同学说 你们每一个人都扮演地藏菩萨 一个人认养一个医院 到现在没有办法回应给我 没有一个敢跟我承担 没有一个回应 老师要起奖金 我也没那么多时间 跑各大医院 我福德不够 号召率不够 但是我在带廉持放生会 我就号召大家共同监住一部 德国进口的福斯高顶救护车 见到我的故乡宜兰农民总医院 终于跟这个施药救治功德有关了 但还不是共生 那台湾的财团法人 佛教生责义务基金会 就专门共生 他们医疗并生 那他们最原始的章程 就是我协助那个慧民法师 拟定的 还有我帮他们曾经盖过生且诊所在板桥 后来很奇怪 这个业务推不动 后来就不了了就结束 我还去帮他们募款 那个心电图 这个一些医疗设备 后来因为生且优积金会 他们已经见钱起来了 那我就功成胜退 那大海律师 国庆律师都称担任这个财团法人 佛教生责义务基金会 都董事长 那他们将来准备要盖如意寮 这个如意寮就是生人的安良宴 还有他们每年都做生人的议诊 这我曾经参加过 也曾经到金律寺去做议诊 有到好几个地方 到法谷山也做过议诊 这都是什么 施要共生的功德 那是长寿的福报 所以佛教生责乩活了160岁 他一生从来没有化高烧 生肉 没有头痛 没有生过病 他出家协道80年 常常常热闲境 他喜欢禅定的修行 他精进修到督瘦六根 他眼睛也不看闲黄美色 不是女色 耳不喜欢听世间这个阴烈 鼻不嗅世间的相畜 舍不贪世间的美味 平常他沉默寡言 常常质疑 不善心诈意 所以我常常也勉励有 一进到佛堂就要质疑 不要像菜市场 咔啦咔啦的 话讲不停 善心杂话 信誓难消 你光做我要吃这顿的 吃这顿的死方共的灾饭 你就信誓难消 你消化不了啊 你没有办法接受啊 我说到佛堂来就是要清净 要修戒定慧 要得到禅定智慧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一个心 不是要降伏烦恼 转烦恼为佛地 你就到卡拉OK去就好了 你到卡拉OK去唱歌啊 到白宫街去逛街啊 对不对 你不用到佛堂来啊 所以我们要学习博具头真种 你看他不善心杂语 我们想善心杂话 在五官堂里面常跟你提心 用在的时候不要善心杂话 否则信誓难消 一常再定 那且常再定 无有不定死 他以莫动静行处作握 都是在定中啊 这是要异常再定 绝无散乱绝对不会散乱的 尊者结佳呼咒时 尽莫精勤行使 不应生疲而疑抢靠壁 内心不起共高我慢 亦不面对女众乃至以之共语 如是精勤持戒 据众威以尊者虽计无碍辩产 善收法要 且不随意以人连 以巴风力衰悔意 撑激苦乐中 尊者勤修忍辱 而忍心不动 结佳呼咒指至内盘 也就是他不导丹 一直到内盘他就不导丹 以上这些典故呢 是启治复法障因连传 尊者在结佳呼咒的时候 才入定的时候 他静默精勤行使 他不会说因为今天啊 可能做很多指示的工作 或做很多的事物啦 他身体疲倦啦 依墙靠壁 依靠在墙壁上 他不会 他就是怎么样 我们讲说这个 做如忠 他内心不起供高恶慢 也不面对女众 他这一点持得非常的坚持 他不面对女众 就像我们灿公老法师一样 女众要去跟他跌你 要保持七步 这跟这个很接近 不面对女众 但是也要接引女众 那怎么办呢 他不面对女众 乃至于以之共义 他就不跟你众讲话了 这持得非常彻底 不以之共义 如是精勤慈戒 他这样精勤慈戒 所以他既有三千位移 既重位移 尊者他虽然既有无外辩才 他善说法要 因为他大仇大悟了 民心见心 他是不随意以任恋 他也不随便跟人家说 他以八风 八风是什么 力摔毁欲称积苦乐 力当头 摔漏的时候 毁谤的时候 战狱的时候 称党的时候 鸡汤的时候 逼迫的时候 在得到这个烦乐的时候 他在这霸风里面 他往连出路不动 尊者勤修忍辱 我忍心不动 结家乎做一直到内盘 那么在《南山律在家被染裂编》里面 事实上也有记载这一段 可见《南山律》是借律的 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叫《南山律在家被染裂编》 怎么样 他把伯居罗当成一个修持戒的典范 我觉得这样编诸也是非常正确的 在《南山律在家被染裂编》里面 记载这样 我把言文念一遍 伯居罗持方善荣 以比好荣已故 佛罗奔总天诸果人 是彼佛斯佛史称作平人 此一合理漏果施病比丘 福气病欲 以此因人 九十一节天上人中受福快乐 今生波罗门家 其母早亡 后母物资履害不死 后求佛出家 得阿罗汉 连一百六十岁未曾有病 该从喜长此一不杀戒 故受施暴 准之分寿里无所已 以上就是在《南山律在家被染》那篇里面 所记载伯居罗尊者持立的故事 我们再进一步来探讨 这个典故 佛在世的时候 这位阿罗汉 叫伯基罗尊者 他因为认真持这个不杀生计 所以他九十一节 都是每一节 每一世 不是说只有一世 他每一世 在九十一节人天之中 每一世都健康长寿 这不得了 每一世 不是只有一世 没有生过病 我们现在讲 现在他没有用过健保 台湾叫健保 国民健康保险 没有用过一次 这一生活到一百六十岁 虚映脑上是一百二十岁 如果我们相信三宝 建立正确的一股见 这里我们这一段 就要进一步延伸探讨 刚才这个伯基罗尊者的故事 我们就延伸探讨了 如果你认真出手借力 那怕只持五戒中的一条戒 都能夺到不可思议的好处 我们说此一条戒 这一条戒就有五位护法神跟你护佑 持五条戒 二十五位善神 但为什么你得不到善神呢 因为你持戒不够精进 不够精炎 你不是像伯基罗尊者这样持 所以持戒 确实能得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好处 你看狗亲律就知道了 你看这些持戒力 我一定合上你 他无病而中 他有时无疾而中 你看道海律师也是很舒适 广化长老虽然他生病 他还这个业债业果 但是他成就了往生西方 所以持戒 这个大好处 只有佛法有办法提供给我们 其他的教派是没办法的 只有佛法强调 佛陀说的以戒为师 所以切死伯基罗故事 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真实故事 他是佛陀的十六大弟子之一 他医生从来没有生过病 他不知道生病是什么样子 不晓得什么叫做病 乃是什么叫做药 他根本从来没有生过病 就不用服药 这关键是他供养那一位 以一个荷梨肉果 布施给那位妥痛的比丘 他当时只是平仁欧雅 他得到九十一节 天上人间的这种素顺的果报 那最重要的是他持不杀戒 他持得很臭底 所以 这个是我们没办法去想象的 他不知道生病不知道药 世尊说 释迦牟尼说 他在毗博士佛时 他只持这一条不杀生戒 只受一个戒而已 不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都很流行受戒 很多人都要扮传戒 我们现在也很多人喜欢去受戒 对不对 富戒常常去受 但是这个在心恋上 就跟伯基罗真的不太一样 我们都什么 妈妈糊糊的 人家伯基罗真的是得到戒体 然后正真去持 持了这么一个戒 只有一个不杀生戒而已 从此以后九十一节当中 他再也没有生过病 不但是如此 这一生他还有一个特点 刚才我们讲过的 那个五不死 就是他 霍姆害死他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有练过了 因为他们家是一个婆罗门最高的种姓 他后母因为嫉妒他 想要把他害死 要把他用一个瓶锅 要给他烤死 很热 他把小孩子丢在上面去 丢在上面竟然没有死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 把他丢在滚水里面去 那个滚水也不会溺死 也没有烧死 第三次 就把他丢到水里面去 照理讲是 丢进去就会死掉了 他竟然也没有溺死 第四次 他碰到一条大椅 大椅把他吞掉 吞进去就竟然也没有死 这个大椅就被衣服补起来了 再把鱼剖开以后 里面出来一个人 就是伯基罗真主 所以今天我们刚好介绍到 伯基罗真主 我们特别的介绍他这个 持戒的功德很不可思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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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